DSE 2016 年的第四條 Energy and Use of Energy 問你一個的太陽能電板有什麼的分別? 究竟是怎樣的? 其實太陽能電板我記得幾樣東西 有一層就叫做 PN Junction 這一層就叫做 P 有一層就叫做 N N就用電子傳播 這個就用正電荷傳播 所以如果正電荷傳播 這些正電荷有機會走到這裏 所以這邊就會帶正 電子有機會走到這一邊 這一邊就會帶附 帶附的話的Electric Fill 就會這樣留 外面就駁了External Circuit 例如書就用了一部計算機去決定 這個就是我記得的東西 然後第一個問你 如果它射下去 如果這個建立了之後 再有些陽光射下去 是不是有些電子會 excite出來呢? 比如說自由電子 這個是對的 Extra的自由電子就會 excite出來 OK 對 不過到第二個 它說它的電子 是不是在這個Junction 其實就不是的 原因就在於那些電子會怎樣走呢? 因為有這個Electric Fill 所以電子就會逼了它走下路 這樣就走一個External Circuit 用一個紅色筆 用一個External Circuit 轉回頭 就會跟這邊的Hole 作一個結念 所以這個就不敲了 應該走External Circuit 第三個 它的Voltage 是否會受到乾度而變化呢? 那答案呢 就是不會受光度 不會受光度 不會變的 因為呢 其實它的光度呢 是的 雖然要光 其實就影響電子出來的數目 但是Voltage 就是不變的 到第四個 就是Efficiency 是否只有10來20% 這個就是對的 所以答案呢 就會是Boy